猪鱼剥皮上演人机大战 一台机器却轻松完胜人工 一小时可完成人工一天的工作量 山猪鱼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主要生长于西边或湿润的山坡上 河南省内乡县 因其适宜的地形与气候 成为我国猪鱼的重要产地 猪鱼去核是它进行深加工的第一步 但是它的个头偏小 传统的去核方式主要依靠主沸厚 通过人工去核 费势费力 而且卫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河南大叔看到这一问题 决定发明一台猪鱼去核机 猪鱼去核机由电机 竹滚 副滚 瓦楞刀 味料板和下料口组成 机器由电机提供动能 猪鱼通过下料口落入味料口中 猪鱼在竹滚与副滚的共同作用下 被压到瓦楞刀上 借助推力被切开 果肉由竹滚带到前方出料口 副滚把盒甩到后方 从而实现猪鱼的果核分离 机器的研发前期 由于刀子与滚轴之间的距离 调整出现偏差 会造成猪鱼的果肉 剥离不干净而造成浪费 新型猪鱼去核机 将竹滚轴改为24尺 副轴下料口更换为12尺 不仅解决了浪费问题 还能保证猪鱼加工过程中 成周期性 不会出现拥堵的情况 机器作业的延续性增强 调整后主轴与副轴的位置相对固定 提高了机器的稳定性 使用不锈钢材质 增强了机器的耐用性 还有效提高了加工过程中的 卫生安全问题 提高了作业效率 受到广大用户的喜欢 为它的发明致敬 解决锭 解决